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ris Time Piece GDC4的小刚 哇 你看这一只精工的这个乌龟 但是它只有42mm 我戴在手上真的是非常的完美 和这个龟王King Turtle那种 44mm的这个大表刻完全不一样 这个厚度更加薄 那就和小刚之前讲解过那个 比较有收藏价值的那个 Liquid Captain Villar 特别纪念款 那个size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找回 之前小刚讲过的一个影片 而且这个也是一样 没有兴趣的 没有这个date的 非常的完美 价格还便宜超过了一半 好 大家也知道了 在表界中 如果要选择这种Rootman的机械表 进攻Sekco绝对是首选 那每一只款式在进攻里面 基本上都有它自己独特的 这个民间的这个称呼 那熟悉的朋友们一看就知道 今天要讲的这一只 就是民间称它为乌龟 或是这个鲍鱼 海龟 在Sekco进攻里面 非常非常经典 而且历史也非常的久 尤其是识别度真的是非常高 你元也一带 人家就知道你带的是什么款式 那今天尤其是加上这一只 价格也不会高 真的是这个价格非常的亲民 所以小刚非常值得推荐 那绝对不会给人家讲 你是因为便宜才去买的这个表款 那小刚自己本身也有一款 静龟XRPC44 在影片中都出现过好多次 经常都被很多表友询问起来 而且是得到非常多的赞美 那今年2021年 Sekco进攻就把源自于海上这一种 非常硬汉 日雪这种运动风的潜水表 这个海龟克 这个鲍鱼的这个造型 用在这个陆地的系列 民间就称它为陆龟 一个新的名字 那小刚发现它还成为 它可以作为一款救难表 那影片的后面有提到 那主要其实发布了四个不同的配色 那小刚最爱的还是这一款 有一丢丢像这个ROLX ROLI是这种GMT 有这个红金色的这种 不锈钢的这个表克 配上这个中赫色的这个表圈 跟这个面盘 而且你看到面盘 在这个光线下那一种 油漆面的那种高级的质感 非常的独特 那规格是小刚刚提到 42.4mm的这个表克 那45.2mm的这个表尔到表尔 侧边看也只有11.6mm的这个厚度 非常的完美 那旋路式的龙头200米的防水 蓝宝石的镜面这些通通都有 日期也是以下移到四点钟方向 没有这个星期的 没有这个day的 刚小刚有提到 非常的赞这边 那表圈的部分 你一发现他用了这种指南针 不是潜水的那种 纷针的这种刻度 那个东南西北的刻度 来展示这个方向 也意味着这一支表 是以陆地上的功能为主 时钟的设计 这个时针的设计 也换上了这个箭头式的这种造型 那第二个这个小刚讲 看到这个影片里面 蓝色这一款 我可以叫它为Batman 这个蝙蝠虾 那主要因为他用了 这个双色这个2tone的表圈 那你会看到 是一般是和面盘一样 这种海军深蓝的 这个颜色 一般是水泥灰的 面盘那个石标 index那些呢 放在这个海军 这个漆面上 哇 显得这个立体感 是非常的强 那做工给人的这个质感 是真的很高级的 我当时候看了还挖了一下 配上这种奶黄色的 这个叶光这个index 表带也是用了这个 尼龙布的这种质感的 这个表带 哇 真的是非常喜欢 这款蓝色 那第三款要讲的就是 经典的这个黑色 也是一样不锈钢的材质 但是配的这个叶光呢 index和这个表圈 它颗度这些颜色呢 就是有那一种橘黄色的 这个这一种感觉啦 它是有点类似一种橘色 一点奶黄色的 所以它呈现出来 它比较不一样的 这个这个 它是以这个橘黄色 跟这个黑色 作为它的主题 配上一个全黑的 这个皮表带 不过小刚个人觉得 如果换上这一种 NATO这个尼龙的表带 一定更有这种 军事风的这个味道啦 以这个黑色这个款式来讲的话 那第四款呢 小刚也是最爱的一款 卡其的这一种军事绿 这种Caki Green 哇 这个表带也是配上了这种 卡其绿的这种尼龙表带 整体的感觉就是很硬汉的 这一种军事风格 面盘和夜光 用的就是有一点那个 它这个面盘 你看它这个表盘那种index 就是一种好像沙 沙漠那一种 那种灰绿灰绿的这一种质感 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那一种感觉 就是比较少看到这一种颜色的 还有就是那个表圈 它也是一样用上这种双色的 这种凸吞的 一般是这种卡其均绿的 慢慢慢慢到一半是这种灰绿的效果 给人这就是有一种 好像渐变渐变变色的那种 错觉的效果 哇 这个做的真的是绝啊 这一款就非常非常不一样哦 机芯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用了进攻哦 在这个价位哦 用的这个自家4R系列的这种 非常高CP值的一款 入门的这个机芯 也是一样备有这种 melting的功能啊 手动的上链哦 这颗机芯也是一样的 3Hz 21,600平震率的 动力修处是高达40个小时 这一些通通都有了 那前面影片刚提到这个救难表了 其实就是和这个被盖有关哦 那你看到被盖的这个设计哦 平时只刻了一个 prospect的这个logo哦 那一种是不同的哦 那这个陆轨的被盖哦 刻上了是当你在野外哦 遇到时要在陆地向上空 这个发出这个求难时用的这种信号啦 那你看到英文刻在这个被盖哦 它又刻上了这个 ground to emergency ground to air emergency signal code哦 哇 这些符号哦 小刚还上网特地搜查了之后哦 确实是有根据的哦 而且在地面上画这些符号 还有标准的这个尺寸哦 那就是10m2的这个平方米哦 那然后小刚又上网就搜了一下 10m2的这个平方米呢 大概就是100千的这个cm啦 这个厘米 就是10万的这个厘米 这个cm 我都当时吓了一跳 朋友们 证实了哦 如果你不会速写哦 真的会死哦 画少一个cm哦 画少一个厘米哦 可能飞机都看不到你啊 哈 所以今天呢 整体的就是小刚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全新的这个金弓这个鹿龟哦 新的这个表款 整体的影片呢 做了之后呢 小刚还是发现哦 他和普通的这一种海龟的款式啦 这个乌龟啦哦 细节上呢 还是有蛮多的不一样哦 非常有趣的一款高性价比的这个入门的这个机械表 不知道朋友喜不喜欢哦 喜欢哪个颜色 欢迎留言在下方让小刚知道一下 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进攻SECOR这个Boutique哦 这个旗舰店去看一看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 拜拜